在那個年代講究實在話 他們找來找去找不到人 搞研究的很多 搞管理的 找來找去好像那個 在那一天啊就找到我一個 他就找到我了 說你能不能幫我把這個公司做起來 我說行 所以我就離開了 當時那個 我接你這個公司 我找你來工作了 這個公司呢 主要是做生物之藥 就是基因 克隆 然後來做成一些蛋白質的藥物 我們在這個公司 做了一個叫做TPA 就是治那個心血管 治老血栓這個藥 現在已經通過了 做了動物實驗 在國內做了1723期 臨床實驗 然後呢也建了一個廠 GNP廠也通過了 然後也得到了國內的新藥證書 這個產品呢 現在已經 已經上市了 同時呢 在這段時間呢 我又做了一個叫做 IND的胚胎公司 這些公司都是我一手 把它做起來的 這個事情呢 運到國內去 接種在國內母瘤的子宮裏面 然後它生下來的瘤 就是這邊的 叫做霍斯坦瘤 因為它的產品 非常非常大的一個地域 那麼在這之後呢 我就和這個 我的一個好朋友 楊先生今天也在這裡 就成立了我們這個 現在我要講的這個公司 叫做加拿大生物工程開發公司 那麼這個公司是 我們是2000年2月創辦的 這個公司是BEC 第三大系列是在內 這三大系列進百種產品吧 那麼你看這個台子那邊啊 是我們的這個目前生產的 這個一部分產品 我們這個公司呢 是加拿大這個保健品法 出台以後 首批獲得那個 加拿大衛生部 GMP證書的體驗 然後我們的系列產品 也露出獲得了這個 保健品的NPM 就是Lateral Product Number 這個是 就是翻成國內 國內應該是那個準銷證嘛 市場準銷證 就是它法律規定就是 在某一個時間 現在訂的2019年 如果你的產品 不通過GMP廠來生產 沒有NPM的號的話 你不能在市場上來銷售的 這個工作我們已經完成了 我們舉個例子啊 我們現在這個做的這個海豹油 海豹油我們現在是最大的 這個研究生產批發 常常 我們這個產品 也是第一個獲得 加拿大衛生部頒發的證書的 我們其中有兩塊的 BEC和ND 所以這個我們精闢的論述啊 我們創辦以後 我們第一步 這只是千天萬萬個華人 事業成功的一條路 並不是唯一的路啊 這個我要聲明 但是是我們走過的路 我們創辦公司以後 因為本身我們自己 是沒有多少資金啊 所以我們第一步想到的是 我們要馬上 立馬把錢送回來 要不然我們這個公司 就面臨著倒閉 那麼掙錢的 最直接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開始賣人家的東西 人家身上好了 我去賣人的東西 這個花不了多少錢 所以我們第一步 我們就是搞銷售 在老一代華人裡面 他們叫做跑街 他們叫跑街 在文特列有一個很大的藥房 這個節目 今天嗓子也那麼好 我們在文特列很大一個藥房 很有名的一個藥房老闆 就經常給我朋友講 他說你們雷老闆啊 當年他跑街的時候 還是我幫了他 要不然他今天哪發展這麼大 跑街嘛 就是我們搬的那個貨 一家一戶就可以去送去了 那你必須在這麼做 開始的時候 你沒有任何辦法 所以第一 昨天一步我們搞銷售 在銷售過程中 我們學到了如何賣產品 如何建立這個 銀行網絡 那麼我們掙到了一些錢 掙到了一些錢呢 我們馬上把它投回線 這個投入